有聽過 我們在一些常見的運動當中 其實有些正常的誤差 常識誤差 就是說我們認為 可能對自己關節好的運動 隨時可能會給關節增加一些負擔 例如上樓梯、下樓梯這些 究竟會否磨損關節呢 為何老人家的一些失關節 特別容易受損 是否都跟他的老化有關係呢 肯定是跟老化有關係 但我們老人家肯定會問 為何我街坊跟我的年齡一樣大 我有關收頭疼痛 他又沒有痛 那就是你平時有些甚麼就注意到了 我們這個時候想說 如果老人家關節的老化 即是五十多歲的人老化就好了 但是你有身來保護他 要餓護他 關節就不容易老化 關節的保護是甚麼呢 譬如說我現在吃東西 廣東人我最喜歡吃東西 你吃的膠原成分多的東西 對關節要保護 膠原成分多的東西有幾種 一種是一個魚泡 即是花膠 第二是牛筋 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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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豬蹄 還有豬蹄 豬蹄 豬蹄 還有豬蹄 水與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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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你說我吃的膠原成分 還有甚麼 還有甚麼 在常生活中 我們的豬腳 經常不吃膠原成分多 我們的中醫又是吃甚麼補甚麼 這個有一定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 很多中醫都非常推崇太極拳 覺得太極拳是養生的第一良方 也有人說太極拳對關節是一種磨損 究竟是誰對誰錯呢 其實來講 我有一個道理 我跟大家講 太極 他一般來說 他不是完全八分八燈下去 他又不是完全站起來 是半燈位 我這樣燈下去 這個蘇度哥 是半燈位的時候 冰骨 是補入蓋 一個身 一筆 五十斤 一百斤 完全壓在左骨 你想想看 這個肌肉拿著冰骨磨繩 就加倍 容易冰骨磨繩 有時候我們走路走的時候 你的身體兩個腳 不是一個腳 不是半燈位 這個冰骨不是磨擦的 半燈位的時候 一個五十度清 一個反作用力 一個渴力 就引起磨繩 所以這個我就叫做 孤獨力學 時間長就磨繩 我們是一個大河里的廚長 他在太極拳打得很好 他在比賽 他說我一定要拿第一 早上練 中午練 晚一練 練了兩個禮拜之後 摔到胸肉都看不到 第二天就比賽了 後來沒辦法找我 我一問 你這樣是孤獨力 肌瘋器 遠骨磨繩了 你立刻又休息 又打溶化劑 另外又吃那些遠骨補充 後來醫治六個禮拜 過半月就慢慢痊癒 這個非常典型 太極拳 努力人可以打 但是不用堅持標準 要輸就行了 又不是比賽 運動那麼厲害 運動那麼厲害 就是關節 摸好 摸好 摸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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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其實說到這件事 等於我們剛才開始的問題 是既對有錯的 太極拳本身沒錯 如果你懂得運動的話 它是可以鍛鍊身體的 不需要那麼拼命 打到很標準 又或者去比賽 標準就是運動員 運動員最傷的就是關節 因為他們很標準 通過這樣的強度 來造成對自己身體的一種富豪 想想 除了這個運動之外 其實在家裡走走走坐坐 對關節也很講究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有時你的椅子 減得不對 很可能 都是一種損耗 所以問查員長 老人家應該適合坐 怎樣的椅子才是最健碩的呢 為什麼那個老人家 有些人很好 有些人就容易發生 那個孤途真相 那個孤途不舒服 那些人一問 他有一個習慣 他也喜歡坐那些 很低的椅子 因為如果你坐這個椅子 坐得很低的時候 梳奴缺 弯曲就是摩擦 就是受力点 越弯曲受力点就越晒 越晒压力就越好几中 一个点 就摩擦就加快了 我们正常坐的时候 怎么坐呢 就狗出道 就是你坐的时候 这个狗出道 这个狗出道 不要这么蹬着 不要这么蹬着 那么蹬着呢 压力就受点了 就容易压力摩擦 那么你放一半呢 那么就压力面大 压力小 其实我们坐的时候 当我们的大腿和小腿 是90度的时候 对 相对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但是很多老人家 习惯了特别农村的老人家 很喜欢坐椅子 坐低一点 他们一定是要坐椅子 才会觉得很脚踏实地 有安全感 就是千万不要蹬着 不单是坐椅子 千万不要蹬着 因为这样蹬着 会对膝蓋的压力更加大 从爺这样的坐姿 会否对膝蓋很大 当然有 很有问题 这个坐姿 你的膝蓋 因为你没有 弯曲得这么厉害 问题是不行 不过你的脊椎会有问题 如果这样就不行 那一套脊椅的全出版 这样就不行 对… 这样就不行 这样就更好 好… 行了 你又有很多东西了,鸿野 除了坐姿很讲究之外 在家做事,拖地的姿势也很讲究 这件事真的… 这个姿势不行 其实也很可能对你的腰 但你没办法 你是就拖把,不是就姿势 我告诉你 我通常都会用很长的掃把 做家务 或者很长的地拖 你这样吗?像大到破 家里的老人家就会说 你这么懒,做家务也裂掉 随着脖子 哪有搞得干净 没错 问题院长 其实真正拖地 应该怎样的姿势 才是对我们腰部的损伤最小的 有人拖地的时候两个病龙 拿个拖把这样拖 你知道了 我们一个人的体重 全部在前面 我靠这个腰背肌来平衡 所以你这样有用力的时候 从你前面 靠这个 可能两分钟 这个就晕了 很累了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那时候你这样 扎马来拖 这个厉害 这样这个重量 这个腰都平衡了 两个腿 力度均匀了 不像一个重新在前面 这样的方法是最適合的 你拖五分钟都不觉得贵 如果有些老人家 或者有些人 他避免不了要做深蹲的动作 那如何蹲才能把关节的磨损 减到最少 是 有人说你天天地蹲 靠着墙背 靠着关节 其实我刚刚讲这个道理 你半蹲位的时候 那个冰国磨细最大 这个是一定不好的 这个冰国磨细 不要这么靠着 你靠着来 你试试 你靠三一 你的手头就痛了 另外一个说 就是这个 你说我怎么 关节保持好的状态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哇 刚刚刚刚刚刚讲到 关节这么做不好 我关节不运动 行不行 这个又是错 你关节本来是运动 你关节不运动 你关节的肌肉就 萎缩 肌肉萎缩呢 我来讲 关节的关节好的良好状态 是什么关系呢 靠着你的肌肉 靠着你的人大 靠着你的关节面 所以说你不运动 肌肉流绳 肌肉萎缩着 你行动的时候 那些磨绳就加多 反而呢 关节容易退化 所以如果你想良好的关节运动 始终是我不流 我关节好 那么你平时有运动关节 但是不省上关节 最好的办法可以说 游泳 游泳 另外有一个 老人人站上的时候 很多老人这样动得很好 就是几个腿 多一点肢体 不负重多一点肢体 这些关节多一点活动 每天多一点活动 那么我们关节最小的一个 保持肉河 保持那个… 游人性 这样就好了 游人性 但我有一件事 你游泳就好了 但有人提出就说 你游泳会 廿廿廿廿 就会把关节拉松了 所以 比如如果我经常游泳 要久时久走下山 就压住关节 是否有这个道理 作为你来说 松了就紧一点 松了就紧一点 更平均了就好快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关节 游泳那时候 你那个肌肉 壮力得到钝链 关节是保持一个 非常稳定的状态 因为它不在负重的情况下 它那个关节运动 有那个肌肉人体 都平衡了 但是你说登山 我们说登山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 刚刚有讲了 这个提起犬 你一步一步 爬山的时候 冰谷关节 那么受力自从 你爬山是省下关节的 爬山我们不提倡 那样别爬山 除非你是爬山运动员 长期讨练有另外一个状态 如果你平时都不讨练 你说我现在想讨练 再次讨练 不行 太迟了 就是两种 太迟… 我想问查教授 平时不是有些提倡 多步行的话 向上走 帮助我们的腰骨 会更加好 那走楼梯 是不是也会有磨损 适当的活动量 可以延缓关节的脑化 运动过度和姿势不当 都可能对关节造成损耗 骨关节的健康运动 需要专守哪些原则呢 适合老年人关节保护的运动 又有哪些呢 广告之后立刻回来 查阵刚教授为你解答 王位之争 爱情之战 冤枉兄弟兵庸相见 妖女传说 针锋传言 两个女人的命运 在男人的争斗中被巅峰 当真心遇上假意 联系中究竟情归何串 天地情愿 终于合法官的场 宴正热播 祝大家风如当海 受给南山 大把钱过年关了 新年年祝大家 可以恩恩向荣 最爱甜甜的物 开开心心 新年来了 祝大家没有车大炮 单身的快点找个依靠 新年祝大家羊羊得意 喜喜羊羊 恭喜八才 记得每天星期六晚 九点三十五分 看我们的 爆笑家座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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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味是什么 年味也是什么 是妈妈用心去煮菜的味道 还是大徐司 下去心情的呈现 每個月, 每個家, 每一座城市 都有屬於他自己的那頓年夜飯 春節期間, 白味廣州 邀你一起品嘗新年的美美佳麵 逢週六晚, 廣州電視台綜合群報 與你相約, 廣州團圓, 白味廣州 我平時播行方式很喜歡走樓梯 我特地不坐升降機, 長時間也走樓梯 但有很多老人家跟我說 你現在這麼年輕, 走樓梯 但老了七頭鴨就會痛, 所以不要走樓梯 我跟他說, 我現在年輕不走 我到老了就不能走 但如果現在不運動, 又不行 是否真的放下樓梯 其實來說, 是一個平衡的問題 關節來說, 你說上樓梯、落樓 你肯定是一個燈上去, 另外一個宅燈上去 你肯定的重量就潛在單腿 另外, 這個時候半燈位 我剛剛說了, 兵骨關節最容易磨身 但是, 老實來說, 你如果作為一個運動員 作為年輕人, 你經常頓練 你的抵抗力就增強了 那麼你如果沒有達到一個 兩邊到這邊的後果的情況下 你頓練沒有什麼提升 不會影響你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超過了, 你每天都頓練 為了頓練的頓練, 肯定有問題 這個時候就說明, 做什麼, 你做多了都是壞事 我們運動, 第一, 一定要失蹤 就是你懂什麼運動 可以說, 我做游泳, 我散步, 慢泡, 游泳 這些東西是最好的, 因為失蹤 第二個, 你一定要時間上不要太長 就是你自己做得很貴的, 就休息 第三個, 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不可以以為你自己年齡上的變化 你落小和四和四和五四不同 七、八、四和五、四不同 你一定要選擇一個運動 使得你的年齡增長, 一個要平穩 第二個, 就不要說, 我以前是這樣, 我現在是這樣 我老實來說, 你年齡老, 如果七、八、四的人 最好運動是沒有? 就是散步 骨關節健康運動的三個標準就是 第一, 項目適宜 老年朋友適合節奏比較平緩的運動 第二, 時間適中 避免長時間運動造成損耗 第三, 強度適中 老年朋友應該避免劇烈運動, 注意休息 專搜以上健康運動的準則 就不會那麼容易損傷關節 接下來看看今天第一道題 甚麼運動沒有那麼容易損傷關節 A. 打太極 B. 游泳 C. 健身 D. 散步 B. 打太極 也可能出現問題 健身不用說, 強度很大 老人家散步好嗎? 很柔和 游泳好嗎? 你有沒有試過 聽教授說 游泳一向都是我強項 聽到學生這麼認真 教授拼命又笑又點頭 我覺得這個答案也應該差得不遠 是, 打太極肯定不對 健身不知道做甚麼健身 天天就這樣, 這樣跳, 這樣跳 很常見 這樣跳 不是, 這樣跳, 他跳得太多 他減肥了 後來, 關節痛 我叫他做個刺功證 刺功證顯示了軟過30% 30%的軟過就損傷了 這個時候就證明甚麼呢? 我們剛才證明我們說 肯定一定要失蹈 你過頭, 甚麼都變成圍住 像我所說, 人生好吃多多都重蹈 是否因為他身體的重量太大肥 對… 所以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再加上他本身有高的軟過程度 斷力想急著減肥 但他身體重重 我們想想一下, 他跳起來 本身200斤, 再下來變400斤 再加上… 這個很厲害… 太重的人要減肥, 真的很適宜 三天打魚兩天, 晒網 即是說自己吧 如果不是, 那個程度過了 說你自己 不是, 他約過了百分 我想問教授, 我有個朋友 他跑馬拉松, 跑到膝蓋是痛的 我想問問一下, 如果減肥的肥仔 是否都不適宜選擇跑馬拉松 或者長跑來減肥呢 減肥呢, 你本身體重 就是初過標準體重的了 所以你… 每次你破步 人一般正常人破步十分鐘 你如果體重初過正常人 初過多少百分之二十 你就等於初過人的運動量百分之二十 因為這個時候, 我剛剛講了一個道理 你甚麼, 你初過這個限度都不行 有的時候, 我的運動, 我的廚房 大家做廚房, 做衛生清潔 那麼你有時, 你污垢, 污垢 那麼你, 你擦擦擦擦也 輕輕擦下, 沒問題 要快手擦下, 才省上 這個運動呢, 就和你這個運動量 短時間來加強有關係 這個是道理相反的 有時慢慢運動呢, 沒事 影響表面都很好, 邋遢也都擦不掉 隨便擦下 那麼你快手擦下 沒有了,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道理 我想問一下, 查教授 如果是關節病的話 病變之前, 即是他有沒有甚麼先兆 譬如說風濕 痛之類的 天氣一變 這樣就會特別痛, 或者是怎樣的 這個東西, 關節甚麼… 其實甚麼病都要先兆 你說你關節痛 你初初不是說你痛了, 走不了路 突然間, 為甚麼有刺痛 突然間, 我上腦痛 我現在不上腦了 有人說我下腦痛, 我下腦了 這個時候, 我這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關節不同, 不腫 就簡單地說我上腦痛, 或者撈腦痛 這個時候, 是你腦臉緣故開始 毛毛楚楚的了 你一定要注意了, 要走的衣的了 那麼這個時候, 走衣, 可以好得翻 為甚麼呢? 因為, 粗粗是表面的毛躁的 你用的藥, 打的溶化劑 它的緣故, 它不會加蟲 如果不是這樣, 毛躁變成一個 有一個吞吞罐劑, 即是有一個吞 這樣就不夠了 如果再不注意一下, 關節面都消失了 行路摸都摸不到, 一步一步加蟲 所以肯定, 每一步都有線招 一旦有不舒服, 肯定要看醫 如果平時睡覺的時候, 找條毛巾 有時腰會痛, 找條毛巾佔著腰 會不會對那些… 四學校可以有幫助 這個時候, 我們暫時舒服 但是, 不是我們從醫學講 不是治療的一個, 最終的一個方法來的 你一個肌肉的問題, 是暈的了 他就給你一個伺候, 你要快點 要注意優勢 你不需要頂著毛巾, 又是假舒服 你是不是真舒服 其實來說, 這個肌肉是一個 一個大腦一個銀河, 讓你注意它 這個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要做些運動, 要一個腰椎, 腰瘦 要洗手運動, 這個最好的了 這個洗手運動, 我今晚給大家觀眾一個提示 這個東西就是, 頸肩腰腿痛 這個方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每個人都能做的, 每個人都能做的 你先站在這裡, 收腹 這個收腹, 這個肩膀不要太擺 放鬆它, 這個肩關節好像單擺運動 一前一後, 哪個手在後面 頭頸向哪個後面看 一, 二, 一, 二 這個肩膀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一定要肩膀上前, 前後, 首先擺開 然後加大幅度, 哪個手在後面看哪個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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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個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吹住, 你緊張腰, 你要暈滑 你吹兩、三天, 腰就不同了, 不算了 很快回復,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一天五到八次, 一次兩到三分鐘 就可以了 五到八次, 三分鐘 你嘗一下, 我的腦圓下方位 是非常好 體重超重的人不適宜過量運動 尤其是長跑 否則會對膝蓋造成極大的損耗 關節不痛不腫 但是時不時出現刺痛 或者上樓梯困難 就是關節對我們發出預警信號 需要及時去醫院檢查 並通過運動來鍛鍊關節 下面來看看第二題 來健康知識考考你 膝關節疼痛 可能是由甚麼疾病造成的呢 A, 風濕關節炎 B, 骨質增生 C, 骨質疏鬆 D, 痛風 大包圍, A, B, C, D 我覺得都會影響的 通常都會有關節 通常不是膝關節炎 但是痛風… 痛風就痛 對, 但會影響關節位 全部都會痛 對… 你本身如果… 但它不是膝關節炎 將它的飄零降下來就不痛了 但膝關節炎不是, 是選擇 痛呀痛呀, 痛得多都會引發的 四個都是 對, A, B, C, D 對嗎? 選擇得對 風濕關節炎 它通常是關節裏面 花膜發腫 水腫了, 現症 這個叫風濕 骨真身, 大家知道了 老人家的骨頭磨醒了 然後, 咖哩的骨頭又生生 那麼, 關節炎不平 刺激, 成根無縮就引起疼 第三個, 呼吸收鬆 就是骨頭出害 兩年出害後 那個關節炎容易變成不平整 有時關節炎內側會塌善 有時外側會塌善 內側塌善就是螺寸腿 外側塌善就是… 歪八字的收頭骨 那麼, 什麼都和呼吸收鬆有一定關係 但是不是說 呼吸收鬆就會引起收頭骨痛 我們的呼吸收鬆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是一個優備痛 是呼吸收鬆的早期症狀 但是, 骨頭關節炎 收頭骨痛呢 有, 但是不是百分八 在這種情況下, 要跟大家講 最後一個, 同風, 大家知道了 是甚麼回事 就是我們飄靈, 帶著的 混亂, 混亂 這個正常人呢, 是這樣 一般來說, 有消化這個飄靈的功能 但是, 有人要大致, 混亂過後 它消化不了 所以說, 吃豆腐, 吃菠菜, 吃動物 那些肝、 腸那些東西 它尿酸, 膏起來, 引起痛的了 所以, 這些幾個情況 都可以, 原則講, 都可以引起 我想問一下, 怎樣知道某一個部位的骨痛 不是因為這個關節出現了問題呢 第一種情況說, 寒、 腸、 肚 肯定要嚴陣 這個時候有時是發燒的 有時有肚痛, 有些石群肽炎 中毒的這種表現 這個時候當然有醫院打針 而且有些時候是引流 這些農, 這些嚴陣的東西 都要牽涉它 另外一個, 剛才講, 五紅不腫就是痛 這個時候就是我的腦臉性關節炎多了 這個時候, 有人說封塞 其實來說, 封塞都要腫的 如果五紅不腫, 肯定不是封塞 因為我們剛才講了 封塞是一個關節裡面 化膜、細胞、炎陣 化膜、細胞、炎陣就是腫的 我們的關節炎 是遠過磨神 這時候肯定不會腫的, 這是磨神的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情況 第三種, 運動痛 不運動不痛 這個時候就提醒我們 和關節面有關係 關節面, 而且是可能性傷有關係 我們的瘦頭鍋不單單是遠過 半月板有問題 特別年輕人, 中年人, 老年人都有可能 這個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做醫院 看病, 做檢查 第四種情況, 五紅不腫不痛 突然間痛 什麼意思 這個時候講一句話 這個情況很特別 就是一個老人家 有時候漁英國好像天花板 有時候可能你升起泥潮 你很高興 那天運動, 跳繩, 跳得很多 可能你漁英國平時就慢慢磨 突然間有一個很大的震動 那個漁英國的表面 好像天花板 掉了一個東西, 掉下來 這樣掉下來以後 有些運動 突然卡住你 這個時候 就是這種情況比較多 這個就是要來看 關節裡面 就是要來看 我們平時說 我們大家民間說 關節老柱 關節老柱 又來又去 有時候破這裡又破那裡 這種情況 而且有第五種 如果白天不痛 夜晚痛 而且時間短 一個月來 或者一個星期來 越來越厲害 這個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時候往往是和腫瘤有關 這個人 白天不痛 夜晚痛一定要注意 不同的疼痛 代表不同的關節病徵 關節不紅不腫 但是出現疼痛 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關節炎 不運動不痛 一運動就痛 那就可能是 因為膝蓋的半月板出現磨損等問題 需要及時就醫檢查 日後不痛,但夜晚痛 或者出現漸進性的疼痛 出現腫瘤的可能性比較大 學會判斷疼痛的原因之後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通過哪些行為來保護關節呢 A,用低枕頭睡覺 B,穿秋褲 C,沖凍水涼 D,補充維生素 首先一定不選擇 需要沖凍水涼 因為關節最怕冷 一手冷後,關節應該保暖 所以我穿秋褲是對的 用低枕頭睡覺 我其實沒聽過 我真的不太知道 D,補充維生素一定有 一定可以 正確的答案究竟是甚麼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通過哪些行為來保護關節呢 活絡油和風筒的熱風 是否可以治療關節的疼痛呢 有甚麼保健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鍛鍊關節呢 老年人比較容易出現哪些關節病症呢 廣告之後 查鎮江教授馬上告訴你 內容精彩,不容錯過 紀夫可曾感受 如是輕透亮白,自在呼吸 難構首款氣墊絲絲商 輕輕一觸 玉玫瑰花粉,粉亂亮白 神怒般清新 施断般柔滑 空气般轻盈 难购气垫施施箱 无瑕无感 两百随行 Locombe 新的一年从吉开始 大吉大利 平安大吉 吉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吉 总有吉祥好一头 去年选指尾尾鸡赢得挑战 今年脆皮鸡新成员 登台对决 正宗完美,秘製脆腔 单点问答都优惠 还有新春党奥 竟省50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个可以解释 另外呢 冷水洗凉 除非你习惯 你一次冲下去 你形成了一个次次冲到冷水凉 你的关节有一个 一冷抑郁 它有一个反射的 因为冲得很冷的 有时冲得很冷的 冲得红红的 它很狂张的嘛 这件事如果经常用冻水冲凉 关节不容易得病 这个是对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冲过冷水冲凉 你现在冲开就可以 如果不是冲开就千万不要搞了 这个是理解的 这个是理解之外 最后一个 卫生素肯定是好 我们生病就是卫生素走沉的 你不懂卫生素 你不懂卫生素B 这些石头容易溃痒 你用卫生素A 你眼睛要眸眸眸眸眸眸 关节里面有卫生素 很多种卫生素A 卫生素E B 都是远古代謝有可住 但是最重要是一个 是氨基葡萄糖 是一个最好的关节远国 补充素 最后一个 为什么要睡着枕头睡觉 这件事 我不知道哪个大师 有这个理论 召唤我来说 我的枕头睡觉 到底是什么低 什么高 我告诉大家 你睡觉那时候 如果你平常 你肩膀多少高度 你枕头多高 这个最召唤 我常常听老人家说 如果你关节痛 你可以用一个风筒 塗活络油在膝头上 用一个风筒对着热吹 你这个味道 很冷闷 可以令它更痛 不是,我听过 我真的听过人这样说 我听过 风筒很有用 很多人都说 老人家,你痛吗? 哪个关节痛 就塗活络油 用热风就用冬风 用热风 用热风对着那位吹 吹十天就不痛了 是否真的呢 你的风筒是不是越风 对,越风 越风 越风 越风是对的 越风是因为加热 那个四肢患加快 另外,你饿的油 在皮肤里面 腎里面 饿的油 有减少现症 那个反应的程度 另外,我中医来说 冰筋通落 这个肯定有受止痛了 这个方法是 有些方畅的 有道理,有作用 可以不妨试一下 如果试得正好 可以天天等这个 保护关节的办法来使用 那我还想问一下 还有什么方法呢 可不可以有空 譬如自己按摩一下 保护关节 我觉得姜是最好的手损 就是姜筑 你早上站在床上 站在床上的时候 你要做几个动作 首先,又绷着脚踢腿 在床上 在床上躺平 躺平到床上 老人非常安全 你讨练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肌肉力量得到讨练的了 另外,你的摄到肌肉 有关节时 有踢节时 运动的状态保持了 你每一头有力量 每一步摩擦气速 强低到制裁 这个是美国推广的 这个不是美国什么的宣证 人家有大量的领床 那是两只脚同时抬身 还是一只脚抬完再第二只脚 都可以,都没问题 这个东西就是要讨练过食肌 讨练食肌 另外,关节运动要保持运动胎 它的灵活性 就是灵活 你关节不容忍 你关节就容易损害 是这么道理的 有道理 是 好了,听完我们茶教授 教的保护关节的办法 真的可以在家里 很方便地去试一试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健康大人体问题的环节了 来看看我们片中的这个主角 遭遇到什么问题 李姨买送回来 在楼下葬到个儿子 儿子发现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 姨妈,你的脚不舒服吗 是的,最近七头肝有点痛 你好像有O型腿 我刚才看到你 胡说,妈妈哪会有O型腿 不,你走里帮我看看 妈妈,真的有O型腿 没可能,弟弟过发育期时才有 O型腿 妈妈这么大年纪,哪会有 妈妈年轻时,脚也不知多直 请问老年人会不会有O型腿 其实来说,你街边 你去街市场,你看看老人家 可能10个都有3、5个 都有一些螺串腿 为什么呢?因为他老了 他关键是有腿 为什么要O型腿 没有X腿 八字脚 八字脚 一个外方,波形腿是内方 我们说到过 右脚 这个是内侧,这个是外侧 两个骨头是这样的运动 由于是 一个关键,一个关键,一个关键 我三个关键不是一条直线 有一个偏移的 可以说,这个书徒哥和我的 打垮关键是一条线 书徒哥中阴和怀关键是一条线 两个有一个交叉 向外侧交叉5到7度 这个时候你走路 每次走路的时候 那个内侧数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一 外侧数百分之十七九 有这个清相 有这个达同的蛀似 你走路多了,蹄化了 那个内侧远过磨了 它就这样 不是说小的,是外侧 这个外侧就有,有 有利同 这个人和他的发油有关系 他拎线有关系 所以,八分之八九十的人老人的人 宽线的人都要利用 都有那个革硬腿 我们连床上说 一旦老人家又捉到疼 又有上楼上不了,摸地摸不到 起床到很困难那时候又有革硬腿 就是非常惋气的了 就是你的关节惋气 这个时候一定要看医 做手术就处理得好 苦的都不好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些这样的内翻也好 外翻也好 是不是因为缺盖 还是因为老化的原因呢 我刚刚说了 是远过磨神 远过磨神 两边不避寸 本来是这样的 那内脊摸多了,那就摸了 摸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医学说 如果你是内翻 你这个关节用保守办法 很难医得好 都要做手术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内翻 是一个内脊远过磨神 磨得太失离了 我现在做手术是表面治患 就好像像牙齿 像个颈牙齿 伤下去 那么中间有个人造半月板 就要重新恢复到正常的关节关系 就没有事 不过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 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左右就要磨神了 这件事就老人家 如果有这个问题,做手术 手术的非常非常好,非常清晰 欧形腿和八字脚 很多朋友都会说 老了可能避免不了 因为各种的老化原因 但是会不会说这种 本身欧形腿和八字脚的人 是特别容易得关节炎 这个是有因果关系 你讲得对的了 因为它比较是八字 是恶应体 生来的恶应体 肯定容易得的 它容易磨神的 我刚刚说了 正常有一个生活理线 有个五到七度就不再分割 如果不合这个生活理线 它就容易磨神的 所以你年轻人 如果你真的 有摄影 如果不好 早点搞症 不是做这个手术 搞症 搞症 就是做手术 放症 这样就不容易得了 这个是利益因素 利益因素 是的 可以说听完茶教授讲解之后 大家真的要注意 因为你有时候出现 这个欧形腿和内八字的情况之下 你不注意 真的容易引起这个关节炎 好,刚才李姨说自己不是O型腿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继续看看短片2 李姨因为年纪大了 膝盖老化患了关节炎 经常感到僵硬 活动下就可以好转 但是一剧烈运动依然会痛 为了锻炼关节 她特地在邻居学了一套保健操 练完之后,感觉好了很多 完成 儿子回来了? 是 跟妈妈做保健操吧 为什么要做保健操 你脊球不是弄傷了吗 你关节痛和我弄傷有什么关系 之前妈妈的脚痛 做了,现在改善了 行了,我弄傷了脚,休息一下就行了 我上去,妈妈 比不做好,儿子 请问不同女儿的膝室关节疼痛 应该如何保健锻炼呢 我们书徒哥一般类型 由先天性、后地性、棋型 这种棋型很容易引起关节炎 所以要搞症 如果真是你的关节炎引起棋型 肯定是一样道理要做手术 那么不同的类型 应该怎样去保健或者锻炼呢 如果真是你的轻型腿 你小时候就有 你肯定不可以运动 你说运动员都不见了 你早点医的了 你书徒哥是一个正常 那个角度是正常 保护是大家都一样 没有什么类型 除非你说 哎呀,我这个书徒哥 我这个中医来讲 你是一个肾虚型的 痛 什么叫肾虚痛 有些人呢 酸缘啊 腰酸啊 这个肌肉无力啊 这个叫肾虚型的 还有一个呢 叫做 怪伤血液型的 就是你碰到 省伤了以后 你这个皮下有出血 这个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是气疏血疏 久病的人 就是有一些胃肠道不好啊 病呢 病过床上 本身气疏血疏 这个有其中类型 那这样呢 我们中医有这个分形 我们西医没有 西医就是说 你有畸形 先天性 后天性 或者其他都是一样的 要么就没畸形 要么有畸形 就是你老年 那大家都不过抗拒的规律 都要生老病死 都要老的时候 它关节肯定要退化 就是说我们延换它的退化 甚至避免它退化速度加快 那么我们一起慢慢老 所以我到90岁了 关节也是90岁 因为人老的 它的润动度啊 就慢慢下降 它关节老一点呢 它也适应了 那是一样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说不适应 不适应的话 你会说我老年人 还像年轻人一样 那么润动 肯定不行 任何一个老年人 叫它和年轻人润动 它关节肯定通了 因为关节本身那个态啊 关节的一个状态 应该不是那个年轻的样子 这个是自然规律 好 谢谢茶演讲 也谢谢三位嘉宾 这次真是知道 什么是关节的隐形杀手 比如说你穿着高跟鞋 是一个肥妹 它建议拿着重的东西爬楼梯 我相信这个绝对是超级杀手 没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茶教授刚才所说的 我们特别是老人家 一定要三个适中的原则 就是项目适中 强度适中 时间适中 千万千万不要运动过来 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 可以换你到老的膝球哥 没错 好 谢谢你关注今期的 健康八分 健康生活更芬芬 我们下期再见